今天早上的聚会带到祢的施恩宝座前 主啊我知道离了祢我什么都不能做 求主祢的圣灵与我同在 带领着我们今天的聚会 我们今天要聚会上遇见祢 谢谢祢 求祢圣灵亲自来带领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哈利路亚 感谢耶稣 好 今天我写了一个很特别的标题 这个标题叫做什么你知道吗 叫做属灵金钟照 那你知不知道什么叫金钟照 powerpoint放给他们看一下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金钟照 那如果你有看武侠小说的话 那你就知道 那如果不看武侠小说的人就不知道 Amen 金钟照是什么 武侠小说里面讲金钟照是一门武功 这个武功是什么武功 这种武功叫做刀枪步路 刀打你也没有问题 枪打你也没有问题 常常你也有看到有人做表演 表演什么金钟照铁布山 就拿那个长枪 就是有剑的顶住那个井 拿来顶刀 结果真的是刀枪步路 对不对 那你说也有属灵的金钟照吗 牧师为什么你突然间有这个想法呢 那我告诉你这个想法的来源好不好 有一天我在祷告 我就问上帝 上帝啊 我下一场道我要讲什么 上帝给了我两个字 受伤 我受伤了 我这么讲好不好 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 受伤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小事 对不对 有人打球受伤 对不对 有人跑路受伤 有人不小心扭到脚受伤 受伤是一个人生必经历的一个小问题 对不对 但是当我去到教会的时候 我忽然间听到了一个 我很少听到的受伤 我还没有去教会之前 很少听到这个受伤 叫做什么 心灵受伤 有没有 好像还没有进教会很少听到 对不对 进了教会以后 常常听到心灵受伤 对不对 有人就哭哭啼啼的 牧师 牧师我受伤了 问他为什么受伤 牧师你那天讲得到 好像对着我这么多人面前讲我 真的辛苦 因为我不知道 这么多人在 讲的那一场道 刚好是针对谁 是不是有点麻烦 对不对 要不然你就告诉我 牧师牧师牧师 某某组长 我告诉你 他不可以这样 他这样 不可以 我受伤 还是有人告诉我 我来教会 我来教会 我来你们教会 其实有一段时间 我看得不错 但是那一天 那个组长 哪里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我告诉你 我很受伤 为什么组长会做这么事情 我们的心灵 好像去到了教会过后 我们忽然间 就会搞到很脆弱 很容易受伤 会不会有这种问题 那到底教会 是不是一个受伤的来源 我大概把教会 介绍给你认识一下 好不好 教会里面 绝对有批评 教会里面 绝对有攀比 绝对有论断 绝对有竞争 绝对有讽刺 绝对有鄙视 绝对有攻击 绝对有压力 甚至你说教会里面 会不会有诈骗 有 我告诉你 我去了一个教会 我告诉你 整个教会 有好大部分的人 都中了诈骗 为什么中诈骗 你知道吗 因为教会里面 有一个领袖 他就参与了 一个叫做money game 但是他不觉得 是money game 所以他就拼命去推 结果他被骗 他也带领一群人 去被骗 但是有时 你再想清楚一点看 是不是这些批评 攀比 论断 竞争 讽刺 只有在教会有 我看不是在教会有 你的公司里面也有 对不对 你的家里也会有 对不对 会吗 你的学校也会有 对吗 对不对 其实每一个地方 只要人多的地方 这些事情都一定有的 你明白吗 但是因为我们 太过于天真 我们想说教会 就是这个圣洁神圣的地方 坦白告诉你 教会真的是 圣洁神圣的地方 因为神是圣洁的 Amen Amen 但是教会里面人 是什么人你知道吗 跟你旁边讲 是罪人 因为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来是为罪人 不是为义人 Amen 对不对 有个很烂读的人来到这里 我会不会告诉他 你改变了 我就让你来教会 会不会 有个脾气很坏的 我就告诉他 你改变了脾气 我才给你进教会 会吗 没有 我叫他们全部 你们来教会 依靠神来改变 Amen 对吗 所以原来我们每个 在这里是逐渐改变 我见到人 我不可能这么 跟他打招呼 杰森菜 你来教会多久 你改变了多少% 一到十多少 我不会问他这个问题 你讲对吗 有人改变了很多 有人改变了很少 也有人从此 都没有改变过 会有吗 所以教会里面会导致你心灵受伤 跟你旁边讲叫正常 很正常的 你说是吗 好 我给你看看新约教会 好不好 新约教会里面 哥林多前书 十二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说 当时他们得着了属灵恩赐 他们就骄傲 他们的骄傲使人受伤 加拉太书二章十一十二节告诉我们说 当时他们有种族鄙视 他们看不起外邦人 所以不爱不愿与其他种族联合 哥林多前书六章一节告诉我们说 有人被卷入了疏松案 在马来西亚也有发生 会有书教会 教会 书会有 有没有 都有 那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一节的记载 这个有点离谱 有些人在参加圣餐时喝醉了 因为他们的圣餐是用酒的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跟那个派圣餐的讲 我今天要圣洁一点 请你给我喝十杯 我不知道那个情况是怎么样 圣经只是形容有人喝醉了 对不对 更关键性的就是 发生了一些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所以你就看到 那个组长哪里可以讲 那个人可以怎么讲 牧师你没有筛选的吗 有时候我不是筛选 有些人隐藏得很厉害 你明白吗 我们不知道 但基本上感谢主了 我们教会也没有什么领袖 答犯错的问题 好像没有了 对不对 但是有的话奇怪吗 其实它不奇怪 因为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一节 告诉我们里面发生了隐乱 并且是跟自己的居母发生新关系 所以啊 有这些问题啊 是很正常的 所以如果去到教会也会受伤 在外面也会受伤 那到底教会跟外面有什么不一样 我告诉你 教会跟外面就是不一样 不一样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不一样就是跟你旁边说 教会有上帝的应许 上帝的应许 上帝告诉我们说 如果没有上帝的应许 没有人能够伤害你的一根头发 因为他连你的头发都数过 也就是说 你每一次如果在教会里面 你受到伤害 或者人生当中受伤害 如果你不是基督徒 我没话好讲 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 我告诉你 上帝说 就让你去受伤害吧 那为什么 因为神知道 这个伤害是一个美事 这个伤害是让你经历过了以后 你的人生不再一样 Amen 这就是整个观点的不一样 所以教会里面会受伤吗 会 那你再看 那还有谁在受伤 耶稣也在受伤 Amen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个经文 来 以赛亚书53章4到5节 他曾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他受伤了 被神击打苦了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那你问我牧师 这么多年来做戒毒 做了21年 有没有受伤 我坦坦白白告诉你 受伤的事件多得不得了 你知道吗 我这里再帮他 再帮他 有一次因为我觉得不可以帮 你知道吗 他就外面倒转来说我坏话 有没有 有 很多 哇 我看到那个场地不能够用了 我就讲着没有办法 鱼缸肮脏 你丢什么鱼下去就死了 把这个聚会关掉 我们开一个新的 我一关掉聚会 就有人在Facebook里面讲 哇 耶稣开的牧师关 牧师比耶稣大一点点 常常都有这样的受伤 但是我对这种受伤已经习惯了 一点都没有感觉 你问我牧师 你为什么那么厉害啊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我的方法好不好 我每一次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就告诉我自己 主啊 感谢你 我现在受伤 不过在你的面前 我承认不够你伤 你受的伤比较大 Amen 当我想到这个的时候 我告诉你 所有的受伤就没有关系了 你知道吗 那么关键词在这里啊 你看最后的两段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为什么今天你我平安 因为神受刑罚 他是无罪之神受刑罚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我们的心灵到底从哪里得医治的 从耶稣的鞭伤 从耶稣的宝血 Amen 原来啊 耶稣受伤是带给我们什么 医处 你说耶稣是神嘛 拿一个人来做例子好不好 我再给你看人嘛 好不好 保罗 哥林多后书11章23到25节 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 我便是 保罗在讽刺 你遇到这些小问题 你又说你是基督的仆人 我就是啦 然后保罗就开始讲了 我比他们受劳苦 多下监狱 受鞭打是过重 冒死是累次 被犹太人鞭打五次 每次四十减一 四十减一多少 三十九乘五多少 一百四十五 鞭打一百四十五下 你知道有多伤吗 被棍打三次 被石头打了一次 一箭传坏三次 一周一夜在圣海里面 你说保罗有没有受伤 非常的受伤 对不对 那么保罗在的困境 你说不要 这个地方会受伤得很危险 我告诉你 只要在地球的地方都是危险的 你赞不赞同 最近马来西亚一个很奇怪的新闻 对不对 那个人只是散步罢了 印度游客散步罢了 突然间他就人间消化 对不对 地下一个洞 突然间不见 哇 你看到那个video很惊讶 对不对 很惊讶 对不对 没有地方不危险的 哎呀 教会危险我不去 我告诉你 保罗到底有多危险好不好 继续我们看下去 保罗就讲了 每次行远路 遭江河的危险 一个危险 刀劫的危险 同族的危险 外邦人的危险 城里的危险 旷野的危险 海中的危险 假弟兄的危险 多少个危险 八个 危不危险 很危险 对不对 我告诉你 在教会也是危险 在路上跑路也是危险 坐飞机也会危险 在高楼大厦里面 我告诉你 本来是很累 然后躺一下 在高楼大厦应该很安全 9月14件 飞机撞高楼 没有地方不危险 保罗继续在讲 受劳碌 受困苦 多吃不得睡 又寄又渴 多吃不得吃 受寒冷 吃生肉体 除了外面的事 还有为众会 宗教会 刮兴的事 天天在我的身上 有谁暖落 我不暖落 有谁跌倒 我不着急 保罗也没有繁忙 同样的繁忙 但是保罗 在这么多的攻击 这么多的情况之下 他依然生存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他有经中照 你讲牧师 你怎么知道 他有经中照 我给你看看 保罗属灵经中照 好不好 今天的重点 在腓立比书 4章12到14节 我知道怎么处理 备见 也知道怎么处理 丰富 或饱足 或饥饿 或有余 或缺乏 随时随在 我都得了秘诀 秘诀是什么 我靠着那 加给我力量的 我凡事都能做 阿们 原来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在世上 有苦难 不过在主里面 我们有平安 因为主已经赢了 这世界 所以原来基督徒 也会受伤 你不是基督徒 其实也是受伤 对不对 你在教会受伤 请问一下 你在家里 有没有受过伤 有没有 你的妈妈 让你受伤 你的孩子 让你受伤 有没有 你的老公 让你受伤 有没有 你的太太 让你受伤 有没有 原来只要 我们跟每一个人 接触 都有受伤的机会 最大的问题 不是受伤 是受伤 你怎么办 而保罗就告诉我们 每次遇到受伤 遇到患难的时候 他得了秘籍 那个秘籍就是 我靠着那 加给我力量的 我就能度过 Amen 受伤不是问题 是我懂得 怎么去处理 那个才是关键 好了 后面这个 我特别把它 highlight起来 我们包拍给他们看 然而 你们和我同受患难 原是美事 跟你旁边讲说 受患难是美事 Amen 受伤是美事 你讲牧师 你怎么讲 受伤是美事 搞得我很混 我告诉你 本来你的受伤是坏事 但是如果你按着 上帝的步骤 依靠那得胜的主 从上帝的步伐去想 我告诉你 每一个受伤 都是美事 你留意去看 戒毒中心 带领戒毒中心的 那个头 创办人是谁 我告诉你 前吸毒者 为什么前吸毒者 因为他曾经受伤 曾经熬过 他懂得怎么带 对不对 你来到戒毒会 帮助你的那些 医工 请问一下 他们是谁 前赌徒 他以前就输了 很惨 妻离止善 后来他改变了 他知道怎么帮助你 对不对 很多婚姻辅导专家 你知道 他经历过什么 他就是经历过 婚姻的不快乐 后来他找到了秘籍以后 他成为了一个 有经验的专家 阿们 阿们 所以不一定不是美事 你说牧师 你这么讲 你到底没有受伤过 肯定有啦 那你可能会没有受伤 对不对 牧师你不是已经念成了金钟照 我以为我念成了金钟照 因为为什么 因为基本上赌徒伤害不到我 我告诉你 我那些 别人的那些什么 谎言也好 诽谤好 什么都伤害不到我 因为我已经习惯了 你知道吗 反正做牧师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很小事很小事 到最后一定会真相大白 一定会没有事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以为我已经念到百毒不清了 你知道吗 没有人能够伤害我了 不过最后你讲 牧师也没有被伤害 还是被伤害 被什么人伤害你知道吗 最容易伤害我们的人 就是你最亲近的人 阿们 因为亲近的人 你才觉得伤害 对不对 那我就跟你揭晓一下 我给谁伤害 我给师母伤害 极可怜 你知道吗 我跟上帝讲 我讲上帝 你 我没有问题 其他的什么攻击 我都不怕 但是这个人要了我的命 你知道 怎么样他要了我的命 你知道吗 因为两夫妻相处 两夫妻相处 都会有一些要求 有一些问法 我就觉得一段时间 他好像问我的问题 都是鸡蛋里面挑石头的 真的不懂怎么回答 你知道吗 到最后我就拿了一张白纸 告诉我的师母 亲爱的 我给一张白纸你 你想要我做怎么样的人 你填填填填填 填满了 我就照着你纸上的东西去做 这样你感厌吗 我伟不伟大 伟大吗 我告诉你 这种叫再次伤害 对不对 对不对 也就是说我无你取闹 站开他的角度 我是不是无你取闹 对不对 是不是我在讲这套无你取闹 对不对 你问我 牧师 为什么牧师跟师母会有这种状况 这个故事我讲过 今天从不同的角度里面 因为我越来越发觉到 同一个故事 同一个经文 其实可以唤醒了我们 因为人基本上觉得受伤害 那是因为你从你的角度里面出发 我这样说 对吗 我跟师母的相处 我从我的角度里面出发 你看我的角度 讲广东话比较流利 我这个人 朴吹阳挡斗 套鸭拐墙 全部没有 吃喝标土全部都没有 那 每一年 我都会安排一下 跟我孩子去玩 有钱出国了 没有钱本地了 COVID那年就只有在家里了 对不对 我的时间除了做上帝的工作 我告诉你 我就在家里 我也喜欢做家务 我也会煮菜 我也带孩子去上学 男孩子该做的 我全部做完了 女孩子做的 我常常也兼职 基本上我大胆讲 你要找像我这样的男人 实在是有点不容易的 我这样讲对吗 实在有点不容易 感谢主 对不对 我讲你还要我怎样 谢谢你的掌声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觉得 我对我的太太 已经是好的不得了 对师母好的不得了 她还要怎样 你知道吗 但是我告诉你 人总是从自己的角度里面看 我没有从她的角度里面看 你知道吗 我的家里是这样的 我的哥哥住在我楼下两层 我的姐姐住在我的家里 搁了几间 同一个apartment 那个时候 你知道吗 那么靠得那么近 我妈妈又住在我的家 是不是有些事情 我姐姐的方法 可能我太太不同意 我太太的方法 可能我姐姐不同意 我哥哥都有这种家 不是大吵架 就是有一种意见罢了 你知道吗 那么请问一下 我的师母要告诉谁 她一定是跟老公讲 还要跟谁讲 因为整个 这一个范围里面的 只有我是她最亲的 全部都是我家人 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 好了 每次当师母来告诉我的时候 我这个人我告诉你 我就很争议 我就告诉他 退一步海阔天空 因为我是牧师 你是师母 我忘记了 退一步海阔天空 不是圣经讲的 是周伦发讲的 好了 来到教会 教会刚刚开始 我们有敬拜队 你知道吗 那师母在福龙 她在属灵的环境里面长大 而我们的敬拜团 敬拜队里面有很多 他们的音乐打得很好 都很不错 他们想把最好的呈现给耶稣 你知道吗 但是他们不是在 那个属灵环境里面 好了 当他们在沟通的时候 就有一个问题 你知道什么 在属灵环境里面长大吗 唱一首歌 如果Colus要多少次 按着圣灵感动 repeat 再rep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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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吗 对不对 然后上帝讲说 要唱新歌 对不对 他就唱新歌嘛 他就repeat 他就按着自由的英雄嘛 请问一下有错吗 没有错 对不对 好了 现在我们讲诗情的 这诗情的新主不久 他想把最好的音乐 呈现给上帝 他不是跟师母讲 师母 不要唱那么多首歌 你先唱三首四首 熟了才唱第二首 这样音准比较好 请问有错吗 没有错 为了方便我们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这首歌 你到底Colus要唱几次 五次我打五次 六次我打六次 请问现在有错还是没有错 也没有错 对不对 现在麻烦了 师母也没有错 他们也没有错 请问谁错 家在中间的我错了 你明白没有 所以当师母也 把这些他们怎么样 调节的问题 告诉我的时候 我又是同样的一招 退一步 海阔天空 周轮发射的 这个事情就把它盖下来了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我已经做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你知道吗 道德绑架 我就用师母牧师的身份 牧师应该所有的东西都谦让人 所以 我要海阔天空退一步 但是我跟他是两个人 我不可以要求他跟我一样 这种叫道德绑架 正义绑架 对不对 好了 直到有一天 师母去塞衣服的时候 突然间听到一个声音 你的老公 随便爱个会友都多过你 你跳下去自杀算了 这种叫什么 这种叫忧郁 但是我很感恩 我师母还是有一个秘籍的 他的秘籍就是 到现在还是保持这个秘籍的 偶尔就是 我一出房间 他就告诉我 你今天不进房间是吗 我关门呢 我们没有吵架 他是关门祷告 他会关门祷告 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他就开门了 你知道吗 他有这个习惯 跟你朋友们讲 祷告很重要 因为他累次想把他的问题告诉我 但是我又不能够了解 对不对 那我不能够了解的时候 我这个人又很什么 这个字华语不懂怎么写 我们马来西亚人都会用的 叫做很big check big check是怎样写 华语找不到的 对不对 所以我就很big check 我就跟他讲 你到底要什么 我给一张白纸你 你写了要什么 你告诉我 你知道吗 所以我的脑袋里面 只是想 他真的不可理议 你知道吗 但是没有办法 我也用道德绑架我自己 我是牧师 如果牧师夫妻有什么关系 教会很麻烦 我讲 没有办法 我好苦啊 你知道吗 但是很感恩 因为师母有祷告 他祷告的时候 神就给我亮光 我那天忽然间就感觉到 不太对劲 我也不知道圣灵怎么带领我 我就跑去跟我的师母讲 我讲师母 今天我们什么都不做 什么都不做 做什么 我就跟他讲 我要带你去见你的牧师 因为我要跟他调和 一定要找他最信任的牧师 对不对 我们马上从基伦波 去到斯伦邦 找王祖祥牧师 王祖祥牧师 也带他的师母出来 我们后来就调和了 你知道吗 调和得非常的棒 因为我学会了 我从他的角度来看 从他的角度 你看看 我告诉你他的角度 他在 任何的事情上 受了一点委屈 或者是有一些的意见 你知道吗 请问一下 最好是告诉谁 除了告诉上帝 最好就是告诉老公 对不对 哪里知道告诉老公 老公就告诉他 听也没有听好 听也没有听完 就马上告诉他 退一步 海阔天空 好了 他里面所受到的 所有的委屈 请问一下 他可不可以告诉会友 不可以 这样牧师没有年 他为了爱我不敢告诉你 可不可以告诉他的父母 他的家人 讲不到 因为跟父母那些讲 你还要怎样 你老公这样爱你 什么坏习惯都没有 你去哪里找 所以你看 全部东西挤在里面 你再看看 我追他的时候 什么事都站在他那边 不用怕 有我 现在追到了以后 一有什么事情 退一步 海阔天空 这个是不是正义绑架 这个是不是道德绑架 所以为什么 他也受伤害 我也受伤害 两个人搞不定 很简单罢了 因为我们没有 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想 Amen 你在教会里面 你可能受伤害 你试试看 倒转了 用对方的角度来看 因为没有办法 他是一个区长 他是一个组长 他不可以为了 坚救你 把整个系统弄乱 当你如此想的时候 我告诉你 整个事情变成美事了 所以那一次过后到今天 我都忘记多少年了 我不知道等一下回去 我问一问我师母 看到底多少年了 已经很多年了 你知道吗 但是那一次的调节 到今天 感谢主 从那一天的开始 我们夫妻重新拍拖 拍到今天还没有拍完 Amen 只有恩爱有加 只有更加的渗透 越来越清楚 从那一天开始 我的师母 真的就是我的最好的帮手 Amen 所以是不是美事 是美事 跟你旁边讲 患难是美事 换那个角度想 所有东西就不一样了 Amen 好了 你看 保罗的铁布衫 哥林多厚书 四章八道十节 我们四面受敌 却不受困 心理作乱 却不知失望 遭逼博 却不被丢弃 打倒了 却不知死亡 身上藏着耶稣的死 使耶稣的身 也显明在我们身上 保罗的铁布衫 就是四面受敌 任何的问题 他都不怕 为什么 他都不怕 因为他知道 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 Amen 他已经知道 耶稣复活的大人 在他的身上要显明 Amen 他已经知道 每一件 不好的事情 确实是一件美事 Amen 这就是 基督徒的不一样 所以 跟你旁边讲 受伤不怕 最怕你没有金钟照 Amen 所以你要把你的金钟照学好 对不对 什么是你的金钟照 第一 打好你的属灵根基 马太福音七章2425节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行的 好比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盘石上 雨淋水冲风吹冲着那房子 房子不淘汰 因为根基立在盘石上 你想想看 如果你真的根基立在盘石上 你遇到患难的时候 你第一句话就想到 没有上帝的允许 一个头发也不会掉 一遇到任何苦难的时候 你又知道 凡事互相效力 因为爱神的人得益处 是为你而来的 Amen 再遇到苦难的时候 很难很难 你又记得 哥林多后书十章十三节 我们遇见的试探 都是我们能够承受的 你不能承受 神会为你开条出路 对不对 这个就是根基 所以为什么带领大家去背经文 背经文就是 砸根在你的内心里面 你遇到任何的困难 随时就有一个经文提醒你 Amen 这就是经中照的第一招 经中照的第二招就是怎么样 相信祷告的力量 弗里比书四章六到七节 应当一无挂力 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Amen 你看宝儿在背 他背熟了现在 Amen 很棒 给你一个掌声 哈利路亚 其实他们整班都会背的 他们整班都会背的 所以神告诉我们 你遇到这些困难 这所有的东西 神讲什么 烦恼苦赞中的来我这里 对不对 凡事借着祷告起 就告诉神 那神会给你什么 出父意外的平安 出父意外的平安 就是神所应许我们的 我们在人世上有苦难 在主里面有平安 Amen 就是遇到更大的事情的时候 你都站得稳稳 Amen 为什么能够站得稳稳 因为你有平安 Amen 祷告 先出平安 所以师母在 哇 差点忧郁的说 太祷告 他有平安 太祷告 神就告诉我 我们就处理这个问题 Amen 祷告 是改变那些 我们想也想不到的事情 所以这次的赢会 我为什么特别做这个祷告店 因为我们要点起祷告的热潮 Amen 第三 勇敢积极的面对 为什么能够勇敢 为什么能够积极 为什么不想负面 想正面 因为我知道一件事情 罗马书8章28节 凡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着旨意被招的人 跟你旁边讲 你是被招的人 Amen 原来神呼召我们 我们无论遇到任何的困难 我告诉你 每一件事情 它都是让我们得着益处 哈利路亚 最后一个 跟你旁边讲 抓住神的应许 神应许我们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能承受的 神是信实的 必不教你们受试探 过以所能 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教你们能忍受得住 Amen 所以基本上 把这些根基打好 从此不怕伤害 家里也不会受伤害 最近整个教会 我在推什么 我在推家里祭坛 在家里祭坛很简单 我会慢慢再把 更清楚的模式告诉你 更好的模式告诉你 当一个家庭 他们愿意一起 固定每个礼拜 都有一个祭坛 我们祭坛模式很简单 家里就互相沟通 互相建造 属灵的根基就互相打造 所有的问题 家里就会出现两个字 坦白 家里为什么会伤害你 因为很多隐藏的事物 当家里能够坦白的时候 你会发觉到 这个家不再一样 Amen 所以受伤怕不怕 不怕 最主要你要把 属灵经中造念好 Amen 来我们的事情上来 我为大家来祷告 Hallelujah 感谢耶稣 那求神来祝福你 因为神告诉我们 烦恼苦但中的受伤困难的所有的 要来我这里 我要使你们得着安息 Amen 我们先站起来 Hallelujah Hallelujah 让我们先安静我们的心 安静我们的心 想想看在你的人生路程当中 你有受过什么伤害 是你身边的人伤害你吗 是你在公司受到伤害吗 还是你在教会 还是你在学校 无论你在哪里受到伤害 上帝说 到如今我依然是你最大的帮助 好不好你把你的伤害交托给神 交托给神 父神我感谢你赞美你 我把我这群家人 带到你的十恩宝座前 主啊你用你的爱来拥抱我们 主啊你的宝血 你说的边伤让我们得着医治 主啊你来医治我们的伤害 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 我们承认罪 我们常常受伤害 那是因为我们从自己的角度看 没有从别人的角度里面看 我们常常受到伤害 那是因为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太大 别人都太小 主啊我们可能在有意间不意间里面 得罪了人得罪了神 导致自己受伤害 但是主今天我们来到你的十恩宝座前 向你认罪向你悔改 主啊你的话语要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主啊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们 主啊因为你说凡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主啊你医治我们 你转换我们 把我们的每一个伤痛 主啊都变成一个祝福 是的 主 谢谢你 咱们呀 Alleluia